有材有酷的鼻子 有材有酷 是这样的 就是鼻头一定要有肉 然后鼻翼要宽 但是不见鼻孔 黄老师的话就是那个 这个蓝台庭位啊 鼻翼蛮宽的 但他不见孔 代表说呢 他为人会比较务实 比较实际一点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是属于有材有酷 然后如果鼻翼越宽呢 代表呢 这样的人呢 其实非常照顾家人 而且呢 他对于不动产的运气非常好 如果他今天有钱的话 他一直去买房子 汤老师 我们就来看一下 讲到这个财运 通常我们就是看鼻子嘛 那如何从这个鼻子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 他的财运关系如何 以下如果你要变成有钱人呢 你首先呢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人鼻子 财富格局大不大 财富格局大的鼻子呢 就是长成 鼻梁要丰厚 而且要直挺 好 其实最丰厚最直挺呢 我们目前鸿海的董事长 郭台铭先生呢 他的就真的很挺 有些人鼻子很大 但是呢 他的这个鼻梁骨啊 不够丰厚不够宽的话呢 就不够 那其实如果以现场的话 靖淳姐的算是蛮宽大 对 靖淳姐的鼻子很漂亮 大家看不到郭台铭先看郭靖淳 还有信郭的鼻子都很大 对 好像是 是 但是呢 像郭台铭先生的话 他刚好是他鼻子又很大很挺 而且很丰厚 很多企业组都是这样 是 但是他脸型要配合喔 如果说他脸型呢 是双颊凹陷的 好 这是我们先统一讲脸型 脸型如果双颊凹陷的话 这样是不聚彩的 他一生呢 是庸庸碌碌 如果你鼻子越大 但是双颊凹陷 代表这个人不切实性 他感觉好像想要赚 但是呢他又不太想要努力 一直在幻想这样子 但是如果他脸很长 像郭台铭先生脸很长 但是又有一点肉的话呢 代表说他的行动会付诸实际 而且他真的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那像这样的鼻子呢 他是愿意照顾别人的 因为他天生有这种使命感 他觉得他一定要照顾家人啊 先有能力先照顾家人 但是更有能力 他想要照顾更多的员工 所以像这种的话 他是天生使命感 让他的财富格局放大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有财有库的鼻子 有财有苦 是怎么这样 就是鼻头一定要有肉 然后鼻翼要宽 但是不见鼻孔 黄老师的话就是那个 他的鼻 这个蓝台庭位啊 鼻翼蛮宽的 但他不见孔 代表说呢 他为人会比较务实 比较实际一点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是属于有财有库 然后如果鼻翼越宽呢 代表呢 这样的人呢 其实非常照顾家人 而且呢 他对于不动产的运气 非常的好 如果他今天有钱的话 他一直去买房子 他可以当 它是可以靠这种权力性的收入呢 让自己呢 一生都不缺钱 收房租啊 来这样有钱的 所以鼻翼越宽呢 其实他就是比较属于那种 投资不动产型的 保守为原则 那第三个的话呢 属于比较自私守财点 他是守财奴 但是他又很自私 这种的话呢 就是鼻梁大 鼻头大 而且又勾起来 这就是很典型的阴勾鼻 阴勾鼻的话呢 他是不见鼻孔 但是他呢 会为了利益 例如说一个生意上的往来呢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会以大吃小 他就是要赚很多 但是他可能不顾别人的生死 他觉得他自己有钱就好 所以像这种阴勾鼻的话呢 是属于呢 他会很有钱 但是呢 他会比较自私一点 那如果他学习一些 不思啊 行善啊 或许可以把他这样的一种 暴力之气呢 给化解掉 会比较好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意外破财的鼻子哦 哇 先天呢 一直在意外破财 就是山根呢 比较凹陷 而且有横纹的 有些人山根 他比较低 但他不见得是鼻子 是扁的哦 有些人山根 这边是低线 可是中段是挺起来的 但他这边有个横纹的 代表说他一生呢 求财当中呢 比较容易遇到官非 可能跟人家合伙 投资 甚至于合伙一个事业之后呢 他当保人嘛 或是负责人 他就吃上管事了 可能他这种人的财富格局呢 就是先天呢 会先赚一笔钱 但赚到之后呢 他是完全守不住的 大起大落 所以有像这样的鼻子的人呢 建议你哦 你可能赚到了钱之后 你一定要见好救手 不要贪 你只要贪 就贪多脚不烂了 会发生一些意外啊 事件 让你的那个官非财运呢 都永远守不住 那这四款的面相 鼻相的话呢 其实配合我们刚刚讲的脸型呢 一定要记得 不要双颊凹陷之外 尤其如果你下巴呢 有点圆润 或是有点双下巴的这种感觉的话 你才是可以真的守到财 那像笃铃哥的鼻子呢 他是属于比较挺 但是他的鼻梁骨这边呢 是比较 这鼻头比较尖一点的 代表他一生的偏财是蛮多的 所谓的偏财 不一定是中发票中乐透 而是说他可能今天 例如说买的房子 翻费 那也是属于一种偏财 就不是他的主业啦 对不一定是主业 所以因为不够大 也很容易泡沫 不会不会 鼻子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一定要配合就是说 最怕就是鼻子大 脸小 将会形成一种相克 大脸小 鼻子大脸小不行 对 像芳瑜的就是 鼻子算挺 但他的鼻翼不大 但是脸也蛮小的 他属于有点相克的格局 对表示脸小 表示说呢 他其实呢赚钱的速度是快的 但是他花钱的速度呢 其实也不会比较慢 没错没错 也是很快的 对 所以他的钱财呢 是财进财出行的 对对对 守住 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要守得住财的话呢 一定要真的要强迫自己买房 一定要非常强迫 他只要人生有第一间房子 钱财就会自然的存住了 OK 所以这四款手面相提供给大家参考 汤志伟老师 面相有哪些特征容易重大奖 所以什么样的容易重大奖 其实从面相当中呢 确实有些人有这样的缘分 就像刚刚Yuki讲的 其实有一些讯息告诉你的时候呢 你能不能够掌握得到 其实有福报的人或是走运的人呢 他就会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就好像我有时候手机会看到 每次下午都会看到444这个数字 你们有这种经验吗 4.44分 而且我每次看到 而且一个礼拜就想三天到四天都会看到 我有时候会觉得444会不会 是不是不吉利啊 对啊 或者人又是谁 要小心要注意 对后来我看到一篇报导呢 我就释怀了 什么 他说看到444呢 就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代表你这个人很幸运 我不知道报导起来 是不是 就是四级如生 四级如生 四级如生 是吗 谢谢 四级如意 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刚好有一篇新闻出来的时候 他也报导这篇新闻 对上可以上网看一下 对然后刚好 我看到这个数字跟这个报导写的 我就觉得还蛮幸运的 所以你就可以观察你生活当中 所以你有这样正向的自我对话的过程 不会想说 哎呦哎呦我烦死了 哎呦我是不是神经衰弱 烦死了烦 这数字怎么一直来 不会 把它正向了 是 尤其当你不走运的时候呢 你更要学会心平气患 例如说你家里旁边有人在动工啊 对不对 然后你就好烦哦 一大早就遇到人家敲敲打打 你先稳定一下 稳定起来听他敲几下 对 就有几个财神的敲门了 这好像很重要耶 没错 越是心平气患呢 你的运气会越好 好那看一下呢 荣义重大奖的面向呢 第一个呢 你首先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鼻子是财伯公嘛 问负在笔啊 所以呢 其实最有钱的鼻子呢 真的就是蒜头笔 有没有 你看你煮饭要不要加蒜头 煮菜要蒜头对不对 蒜头是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 好那蒜头笔的特色是什么呢 其实Yuki就有点蒜头笔 林玲老师也有一点 为什么呢 我有吗我有吗 一 我就漏财是不是 你没有漏财 差一点差一点 你是忘老运 对 好老运我可以接受 你的鼻子是因为你的鼻梁有挺起来 对 对 蒜头笔呢 就是鼻梁呢 不能太挺 但是他不是说很低哦 他还是要有点气势的 就是你会感觉整个肉球呢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就好像什么猫掌之类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很漂亮的哦 那蒜头笔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鼻头要丰满 鼻头代表赚钱的能力 鼻翼代表存钱的能力 但不见得说蒜头笔的人 就很会存钱 而代表说呢 他这一生当中 他因为想要赚钱 是有使命的 例如说可能赚钱要养家人 或者说他赚钱呢 必须可能要让自己 过得更好的生活 他就会有一个目标 所以蒜头笔的人 是很有目标 所以他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呢 他可以掌握到这种先机 所以他的这个机会呢 一定会比别人多一点 那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讲相不单论嘛 你要符合几个条件呢 代表你的财运的能量越高 你符合第一个蒜头笔的话呢 代表你有先天的财库的门票了 那第二个呢 要看眉毛 我们讲说问负在鼻 问名在眉 例如说你今天要 财神爷要来送你钱的时候 你要有接到这个贵气 这个鼻子要代表财气 眉毛代表贵气 眼神也代表贵气 那我们先看眉毛好了 那眉毛来讲的话呢 眉毛要比较修长一点点 要多长才叫长呢 要长过眼尾才叫长 所以一般的眉毛都比较短处 代表它比较急功耗力 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 所以我们刚刚讲嘛 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心平气缓 越是心平气缓的人 他越能够掌握到生活上 带给他的讯息 是什么 所以你看眉毛呢 比较修长的人呢 他比较有这种累积财富的能量 因为他有耐心去慢慢的凹 慢慢的经营 那眉毛短的不代表他没有财运 而是说他财来财去啦 就是说他的钱财呢 可能是爆发的来 但是一下子也没了 但是这种的话就是 它是细水长流型的 所以有两种不同 不代表说你的眉毛短 就没有财运不是 是眉毛长的人 他比较可以细水长流 让这个财运呢 走得很稳 走得很大 对那如果短的话呢 可能他突然一戏之间 拿到一笔钱之后 可能隔天他就花掉了 或是他不懂怎么理财 所以眉毛要修财呢 尤其眉尾呢 不可以散掉 好那这一个第三个的话呢 富贵项的话 通常要耳珠会比较好 那你会说老师 我也有耳垂啊 可是我觉得我不有钱 为什么 其实呢有耳垂呢 跟你这一辈子会不会很有钱 其实是两回事 但是如果你有耳垂的话 你会遇到 当你人生没钱的时候 你会遇到什么 逢凶化吉的事情 会有人来帮助你 这也很好 这很重要 所以讲福星高照嘛 财神眷顾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人 总会有不方便的时候 但是你会发现 这种有耳垂的人呢 他就会比较有福气 例如说朋友或亲戚呢 会在最危难的时候 雪中送炭 然后帮助你度过难关 那耳垂怎样才是最好的呢 我们讲说 这个耳珠呢 最起码要把它 有点微微地往前倾 朝向你的嘴巴 叫明珠朝海 明珠朝海的人呢 第一个口才也很好 本身很会赚钱 那有些人耳垂很大 可是他耳垂大 可能他是往后翻的 或是比较平的 这种就是我刚刚讲 可能会遇到逢凶化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的耳垂是 往嘴巴这边这样 往前 这样前倾的 往前面翘的 有一点往前翘 是 我自己就有一点点 对 我的耳垂就有一点往前倾 我现在是有点置入形 对 老师的引用 对 代表什么 可以 就是你可以能言善道 然后你可能在 讲话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给别人赠能量 所以靠自己本身 也会赚钱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符合这三款的话 代表你比较会有这种 中奖 或是赚钱好的财运 提供给大家参考